如狼似虎的女人不要冷落 李扬今年35岁 在二线城市打拼 每天起早贪黑 但是她的努力并没有被承认 拿着微薄的收入 在这个增红酒粒的城市 苟延残喘 她自己从来没有抱怨 无论经受多少磨难 但是作为男人她 从来没有退缩过 因为在她的肩膀之下 还有一个家 家里有孩子 还有妻子 孩子就要上幼儿园了 看着自己的家庭 每天的生活 李扬不禁在每一个深夜苦思 怎样才能改变家庭的现状 其实李扬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也是一个聪明的男人 她没让妻子出去工作 因为在她眼里 孩子的未来更重要 妻子除了照看孩子 就是在家看着电视玩玩游戏 也不能怪妻子这样做 其实李扬在这条路上 一开始就走错了 下班回家的李扬 拿起妻子的手机 玩起了游戏 打开妻子的手机 一切都明白了 家里攒不到钱 原因出在这里 妻子的账号 华丽优美 肯定是充钱了 在李扬的质问下 妻子承认了 充了两千块钱 为了一个简单的游戏 李扬气急败坏 但是李扬生气过后 也没有多说什么 因为他认为 如果游戏拴住了妻子 那么他就能更放心地工作了 再加上妻子对他做出保证 以后再也不向游戏里充钱 可即使这样 李扬还是在这条路上 越走越远 也越走越错 长时间忙于工作 偶尔和妻子欢爱 第二天精神不在状态 常常出错 又加上自己巨大压力 哪还有亲死和妻子欢爱 不是他不爱 而是他一直在克制 可是作为妻子 并没有这么想 长时间在家无聊 寂寞空虚 妻子喜欢了用社交软件交友 不知道是偶然还是必然 他在社交软件上 找到了自己曾经喜欢的男人 谈来谈去 他们见了面 如饥似渴的年龄 妻子出轨了 后来越来越胆大的妻子 竟然把男人领回家 被拖着疲惫身体回家李扬 发现了 这个男人崩溃了 嗯 离婚了 李扬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妻子这么温柔大方 怎么会背叛自己 也许他认为理智的男人 才是最弱智